约伯记第28章 银子有矿,金子有冶炼的地方 铁从土中去出,融化石头而得铜 人探求黑暗的尽头,查明在阴暗中的石矿直到几处 在无人居住之处,足迹罕置之地开坑探矿 他们与人远离,悬在坑中摇来摇去 至于地,粮食从他而出 地底下却好像被火翻转过来一样 石中有蓝宝石,也有金沙 矿坑中的鹿,赤鸟不知道 连鹰的眼也未曾见过 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 猛狮也未曾经过 人身手急凿尖石,是山脚翻倒过来 在磐石中凿出坑道 亲眼看见各样宝物 他堵住水源,不让滴漏 又使隐藏之物陷入在光中 然而,智慧在何处可寻? 聪明之地在哪里呢? 智慧的价值人不知道 在活人之地也寻不到 深渊说,不在我里面 藏海说,不在我这里 智慧不能用纯金购买 也不能称银子做他的代价 而斐金,贵重的玛瑙 蓝宝石都不能与他比较 黄金和玻璃不能与他比较 纯金的器皿不能与他交换 珊瑚和水晶都不值一提 取得智慧胜过取得红宝石 古时的黄玉不能与他比较 纯金也不能与他较量 然而,智慧从哪里来? 聪明之地在哪里呢? 众生的眼睛都看不到 空中的飞鸟也不能发现 灭亡和死亡都说 我们只封闻他的事罢了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也晓得智慧的所在 因为他查看全世界 变观全地 他为风定轻重 又度量重水 为雨露立定律 为雷电定道路 那时他看见智慧 描述智慧 他监力智慧 并且查探智慧 他对人说 敬畏主就是智慧 远离邪恶就是聪明